我叫高斌 我叫杨树康 我叫杜苗 我们既是一战兵 又是装甲兵 我们每天一着朝阳 升起五星红旗 伴着乐日驾驶装甲车 驰骋训练场 春节之际 我们一定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守护好美丽的香香 我叫侯祥耀 是一名舰艇操作兵 平时担负海巡师的舰艇驾驶 每当我看到维港的业绩 我就会想起一句话 一家不圆 万家圆 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叫汪新邦 我是一名飞行员 正在进行飞行任务前的准备 我们就像熊英一样 翱翔在香港的蓝天 看着美丽的东方蜘蛛 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要像守卫自己的家一样 去守护 我叫唐志军 我是一名警卫员 平时担负港少执勤的任务 香港市民称我们为五星哨兵 春节假日期间 我们会紧握手中钢枪 站好每一班稿 时刻确保部队安全可靠 我叫钟银红 是一名化物兵 当赴日常的通信联络保障 新春期间 为了让坚守在岗位上的战友们 通信无阻 确保每一通电话 顺畅接转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 坚守在三尺机台上 这就是我们化物兵的使命 我叫江志峰 我是一名舰艇维修兵 担负着舰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 保证舰艇随属处于良好的状态 是我的职责 每当看到我们的舰艇死敌码头 死整在维港 守护着如此美丽的江江之绊 我倍感自豪 我叫刘耀胜 我是一名防空兵 正在执行战斗值班 时刻守卫着香港的蓝天 虽然新春不能回家团圆 但是我们有光荣使命在见 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叫周瑞 我是一名驾驶员 保障物资运输受我的职责 我正在办理车辆进港前的手续 为新春之际 还在岗位上的战友们 送去物资和补给 每次开上运出车 觉得自己就像暖宝一样 将温暖穿搭 做做军营 我叫陈纳三 我是一名宣誓员 耽误日常伙食的保障任务 辛酸的 好多战友不能回家 都建筑在岗位上 做一名宣誓员 能为战友做出一顿 可口的宁愿饭 能让大家在香港吃出家的味道 那叫一个点劲儿 我叫陈国宁 是一名新闻报道员 我们的工作总是与深夜相伴 新年期间里 我们将坚守岗位 用镜头去进入官民们的点点滴滴 为大家呈现 均于你的新年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湘江里见》